5月11日,仙娜的双胞胎女儿跳跳和翘翘出生100天,他们还特地为孩子精心准备了一场百日宴,并同期发布了张杰的新歌,给女儿的一封信。 歌中娓娓道来对孩子的爱与期待,张杰自从升级做父亲后就常常被问到关于妻子仙娜和两个宝宝的话题。 采访当天是张杰2018未来F巡回演唱发布会,巡访中有两个媒体问到有关仙娜付出的话题。 张杰毫不避讳主动回答说,所有人都很期待她重回舞台,尤其是我。 这句话登上当天各大新闻标题。 其实张杰自出道10年以来,有关她的绝大多数热点新闻都是和谢娜捆绑在一起的。 由于妻子高知名度,为张杰带来许多关注,但是好多网友都说她吃软饭。 对于这样的质疑,张杰曾很懊恼,她直言,我相信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被人说是依靠女人吧。 但是现在张杰已经不在乎这些质疑了,现在我都是很心平气和去面对和接受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张杰也在努力证明自己,并不是说我啥也不是,只是因为娜娜我才能成为现在的张杰。 有媒体评价张杰终于完成她在娱乐圈的进化论,但她本人不以为然。 我只是找到了一种让我更舒服的生活方式,我现在更想做一个真实的自己。